汗肺炎疫情持续扩大,以获证识惠人传言,而现传出新竹马协医院出现病例,马协医院更在急诊外贴出公告,需大家出入务必要戴口罩。 新竹市卫生局局长王宗希金,21日证实,此个案为47岁女性,疑似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,以第一时间通报,感染控制与负压隔离。 而疾管署则对此表示,截至今日仍未有确诊者,而新竹马协医院已经撤下公告。 有网友贴文表示新竹马协医院护理事在急诊室外贴起告示,武汉返国案例,目前急诊已有一次案例,请大家入急诊务必佩戴口罩,为佩戴者请入院内,谢谢大家配合。 王宗希证实,此个案为47岁女性,因外派中国出差,医院中旬于中国武汉期间发现有呼吸道症状,返台后陆续出现发烧等呼吸道不适症状。 昨、二时,日治新竹马协医院就诊,并由院方医归通报及管署疑似与次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。 新竹市卫生局表示,针对该个案,马协医院以第一时间通报,感染控制与负压隔离,于当日将检体专人。 第二时间通报